这是人份 两个人是一块 这是五万五千元的韩国团 第四天的晚餐 折合台币一人要一千八百元 陈小姐就邻居们参加韩国旅游 找了台中在地旅行社 11月4号出发 他们说根本是苦行僧之旅 第一天从台中飞韩国后 中午吃完炸酱面 出发去雪月山路上已经天黑 没缆车可搭也没看到任何风景 我们在查11月缆车营业时间 甚至只到下午五点 旅行社给的行程表 也明明写着 从仁川机场到雪月山 要3.5个小时 午餐吃到1点多 怎么还把整团拉去雪月山 最后没搭到缆车 旅行社改口 隔天补给你们 不管怎么选择 最后还是错过火车 当天游览车又搭了将近10个小时 16名团员弃南平 其中还有76岁奶奶去过几次韩国平价团 本来想年纪大了 对自己好一点 去所谓的豪华团 却是累惨自己 说起得比鸡早 跑得比马快 吃得比猪招 而且我每天都跟他要饭 但旅行社说消费者感受不如预期 这是认知问题 第一天的雪月山行程来不及 他说是韩国塞车相当严重 至于第四天晚餐 每一人1800多台币 只吃半块牛排 业者说那是韩牛 肉很厚 高档餐厅有桌边服务 价格当然高 强调都有保留当时的餐费收据 旅行社也说 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5万5的团费 他们各退1万给16名团员 TVBS新闻 江俊彦宏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